諸葛君詩,你一定還有下一雀 是不是? 韓君詩,你呢? 有,方法就是寧枉無縱 八個都處死,我不會走路過內奸 不要殺我… 要七個無辜的賠死,不可以 我不是華奸 我也不是華奸 軍機大事,關你全盟生死 你必無他法,唯有殺 各位,諸葛君詩查到你們八個出來 但始終你查到哪個內奸 為大局著想,沒辦法不殺你們 不要殺我們… 大哥,你最後決定 出賣軍情,一定要殺 不要殺我們… 你是內奸,有何憑證? 含我雙眼,我看見是他 雲山,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你雙腳出賣了你 剛才我看見他,雙手好像現在這樣 按住自己雙腳 雙腳,而兩隻腳的重心不斷轉移 行,正在轉移,正在移 這些就是我從鄉下學回來的毒心術 你雙腳已經出賣了你 你現在雙手按住膝頭,移動了腳的重心 是想逃走的自然反應 這個正是你準備逃走的自然反應 你騙不了我 我… 再加上這個口疼疼疼的表情 還不是你… 要命呀,諸公,我是被迫的 曹君捉中我的家人 誰敢做的?要命呀,諸公 進去,捱出去,聽說火落 不要了…我是被迫的 好,其他七位可以回軍營休息了 是,張長官… 雲信,你立了大功了 真是不幫我平時這樣棄中你 謝謝韓軍師棄中 這次全靠雲信 是你這麼聰明才不用累死無辜? 這次全靠諸葛軍師的排除法 加上雲信的致謀 找出內奸,解除我軍的危機 兩個都是我的好軍師 好謀事,功勞無分圈子 來者何人 蔡夫人和劉二公子要見你們劉將軍 我們現在進去通傳 不過將軍有令,如非本部屬 任何人不得攜帶武器進來 請先放下 我們是經濟木親兵 怎會放下武器? 軍令難為 小小的守門桌都敢劉蘭本夫人? 劉比你管教得好 參見蔡夫人、二公子 還要不放下武器才見劉比? 你呀,小人不敢违抗軍令 黃威,護駕我們進去 如有阻難,格殺物論 俊明 誰膽敢硬闖將軍府? 關雲長,張亦德 果然名不虛傳,台形十足 參見蔡夫人、二公子 來,蔡夫人和二公子大駕光臨 原德未克軟營,請恕罪 劉將軍 你的守門桌竟然敢對我們無禮 要我們放下武器才能進入將軍府 軍令如山,不可以有例外 否則原德難以服眾 對的 不過,新野是我夫君管轄的地方 劉將軍在六年前暫借屯駐至今 那不知道軍令應該依我夫君 還是依將軍你的? 我是將軍府如我家 我回家,我不要親兵留下兵器 蔡夫人這麼堅持帶武器進來 不知道是擔心什麼? 你裡面這麼多閒閘人等 我們只是以防萬一 原來蔡夫人有這麼擔心 明白,我們大區有什麼事就地相宜 你…準備機案 蔡明 蔡明 為什麼突然這麼大風? 雖然我的頭也痛了 不如進將軍府先休息一下 好,爺爺周居勞頓 將你雜物行裝交給你保管 蔡明 請 蔡夫人,喝過熱茶好嗎? 好多了 那原則就安心 不過我夫君是日夜擔心 他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差 荊州木的病… 荊州木的病自然令人擔心 但是荊州的情況更令人憂慮 荊州的正事現在由我來代顧 我是責務旁態的 荊州的情況是怎麼樣? 就是千頭萬歲,貞劍就在於財困 水災飢荒,均享見賤 旅旅外外的事情都是要金錢來解決的 更何況曹聰對我們虎視眈眈 要增兵抗敵,豈不是金錢的問題嗎? 原答明白 所以,劉將軍,你們新野每年上繳兩成戶稅 如今要加到四成 四成?你別說全部都上繳 新野是我爹的地方,有什麼問題? 蔡夫人,兩成是荊州木當日同意的 加到四成,不知道荊州木他知不知道? 他是我夫君,我做的事怎麼會不知道? 希望劉將軍體諒我夫君 體諒荊州的安危,體諒百姓的苦況 我們新野的財政都緊絕 根本負擔不給四成的護稅 新野你們管了六年,不思盡取 是誰多責任? 是 交不到四成稅,就還給我們管吧 欺負你這個和毛小子 三弟 大哥 不得無禮 蔡夫人的目的根本不是區區的護稅 而是想借這件事趕主公離開新野 韓軍事真是一語中的 當日大哥勸了荊州木 不要廢大公子劉旗 更不能立意公子劉聰 為了這件事,蔡夫人一直壞恨在心 千方百計想逼走大哥 不過話說回來,蔡夫人是劉表的老婆 為什麼不是叫劉夫人而是叫蔡夫人? 保留女家姓氏的稱呼 是顯示對女家家族地位的尊重 蔡氏在荊州也是妄足 其實我知道 不過打算借你的口說出來 讓大家溫故滋身一下 主公,你放心 這麼多人在這裡,這麼多個腦子 一定不會被死八婆得戚 死八婆? 老婆,笨信,何謂死八婆? 我是鄉口話 用來形容那些很討人憎 一看到她就想一把一把刮上去的女人 就叫死八婆 好啊,蔡夫人真是死八婆 死八婆是蔡夫人都行 這次事態嚴重 我們現在只有兩個選擇 一是上繳四成戶碎 不是的,就要離開新的 但是兩條路都很難走 唯有加徵百姓的碎項 才能彌補上繳四成戶碎的損失 萬萬不可 這樣老百姓就難以溫飽了 離開新野,即是離開荊州 如今四方紛亂,必無七星之地 留善眼,走也善眼 你死八婆 大哥,你千萬別這麼激氣 這麼多軍師謀事 一定能想到萬全之賊 這次真是不輕易應付 龍一元 龍一旦 永遠 谢谢大家